巴黎喪級強國客,狂演光年喜細賊 暑假旅遊旺季就到,法國都開始磨拳賊掌 搞多些花神級客,強國客就當然是主要target 想人來玩,當然要打開方便之門 所以法國和德國政府在北京開了個聯合簽證署 方便中國旅客拿簽證 發一個神根簽證,可以去歐洲26個國家 來到巴黎,衣食住行樣樣都要強國化 好像酒店接待員,要懂得用普通話招呼強國客 連的士司機都帶了誠懇和親切的服務態度 車到去鄉舍例大到shopping,又減少客人開心 老闆放心的售貨員,普通話、粵語、客家話都要懂 確保不會雞同鴨講,名店還安排送貨服務,夠貼心 巴黎旅遊局希望這幾招衝淡更奇不時發生 中國旅客與劫的負面形象 最重要是讓他們留在巴黎長些,洗多些 那他們便會happy些 到處理囉 到處理囉 多謝